歡迎光臨 因為我本身屬老虎了 我知道老虎的虎威 看我的虎拳 一切都很虎 這就是虎骨 2 虎骨 還有 2 虎骨跟蛤拳不一樣 蛤拳 蛤跟蛤不一樣 蛤拳 蛤 如果蛤 有一個另外一個 蛤 那你也蛤 蛤 忍母咖 忍母咖 蛤拳 蛤拳 來 吐 不是這個 動物 生蝦 生蝦 兔子 那你有什麼東西 蛤拳 蛤拳 為什麼哭的 弄吐三哭 哭三吃 蛇西 再來 龍 龍 什麼東西 你管是 很長 長就是很長 外國人LONG 就是這樣子的 龍龍的歌 對 龍最會唱歌 所以它前面加S就叫 大家當中B 龍送 其他中亞都送 蛇 土信 對 這是不一樣的蛇 蛇苦信最厲害 幹嘛 吐出了一封信 這是一封家書 寫是什麼呢 家書拿到當鋪去 還可以換一萬斤回來 家書抵萬斤 對啊 抵萬斤 媽 媽 羊 因為為什麼馬跟羊 笑聲一下 因為那隻羊熟馬 喂 猴 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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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連眼都不用眼 雞 雞 狗 狗 變狼 對啊 狗跟狼其實近親 對 狗會吹狗蕾 對 狗會吹狗蕾 對啊 狗會吹狗蕾 狗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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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對 好啦 豬 豬唱生日快樂 啪啪 啪啪手 果然是硬笛子的演員 瘋狗蕾 過獎了 那個李安導演 您剛剛有剛好我知道 寧貞俊回來台灣的參加金馬獎 評審團的這個主席 我剛剛看到我的演出 我是否有資格 在您任何一部電影裡面 參加一點小角色的演出嗎 那是一定可以的 李安導演我跟妳手上說一下 妳可以演社界的序集 叫什麼的 叫色狼 喂 我是客家的色狼 客家的色狼 不是 我是客家的女婿 妳這裡演那個臥虎藏龍的序集 臥虎藏猴 四十五年級 有藏猴還不錯 至少不是抓猴 有啦 他最近當一個代言人 經常在那個公車的車體上面 有沒有 有隻猴子 那個就是 你不會看過 那個就是大師兄看 看一看 他要參加的是那一部片叫做 臥虎藏龍 臥虎 那他擔任的是哪一個角色 那鬼 沒有 來啦 其實說到李安導演 你真的很厲害 他是我們台灣 第一位在奧斯卡獲獎的導演 是 我告訴你這個美國好萊塢 一定都是全世界電影菁英 所在集中的地方 所以李安導演可以在那邊 發光發亮 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好 記得說到這個好萊塢 哈利文 你能夠介紹第一部 改編就是中國傳說的動畫 就是那個金國英雄花木蘭 師兄 其實花木蘭這個電影我有看過 而且我特別喜歡裡面一個角色 就是守護花木蘭那個 沐虛龍 妳終於承認了 妳愛沐虛龍 我也 是愛沐虛龍 還是喜歡沐虛龍 愛沐虛龍 我覺得我的層次已經到愛沐虛龍了 好 你看那是趙薇主演的 最早的電影是邵事公司拍的花木蘭 男女主角是誰 妳可能不知道 來 因為妳那個年代 我們比較離比較遠一點點 沒有關係 妳今年62歲了 謝謝妳 但是四年後 臨長類的都會比較 感恩您 不會 當年演花木蘭的是林波 林波 演那個李將軍的是金翰 後來兩個人還結婚 結婚了 林波回家就跳林波舞 是 難怪說的在花木蘭 當年收到那種徵集令 每一家每戶的男丁 通通要去當兵上戰場 就因為木蘭跟他爸爸了 就覺得爸爸這麼老了 萬一你到戰場上面 恐怕是凶多吉少 再加上沒有人可以代替父親去 所以當下花木蘭 就要代付重軍 好 好 一個女孩子要去自賓 還是去當兵的給他們看看 看身份會不會被發現 對 花木蘭的故事到底如何發展 現在我們來還原現場 一起來欣賞今天的 孝林穿樂劇 代付重軍 花木蘭 花木蘭 阿喜飾演 花木蘭 金鐘銅袍 高山峰飾演 花木蘭因為形成年邁的父親 因而代付重軍 在這些男人堆中 他必須隱藏身分 他這柔弱的女兒身 能夠記得起嚴苛的操練嗎 秋條陶攀 宅盤 再犯 說他就他 說敢就敢 管他流血流汗 管他流血流汗 最近 好 手指 林正 小西 林正 小西 好 休息一下 最近這個匈奴來伴 我們民間的壯丁 壯丁是誰 就是我們 撞 撞 我們都被徵兆來當兵 為了報效國家 我們要自願上戰場 我們要打敗匈奴 來 跟我們一起喊口號 打敗匈奴 打敗匈奴 光復國土 光復國土 打敗匈奴 打敗匈奴 再打敗匈奴一次 打敗匈奴 各位弟兄 我們來了新的弟兄加入 這位弟兄 你看起來有點畏縮有點害怕 這位弟兄 你是第一次加入我們部隊 來當兵的是吧 對 對啊 誰沒有第一次 我們也是之前才進來當兵的 但是這個適應得很快 我們算是很有緣 你這個時候加入 還可以跟我們一起當同梯的 同梯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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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各位弟兄 你筋骨怎麼了 不是人家聽都拍被會摔 又不是打什麼麻將 技巧這麼多 來 這個 我們之前的弟兄們 都已經彼此熟悉對方的姓名了 就妳是新兵 所以我就這個問妳一下 妳尊姓大名 我姓 花 花 非常的巧 因為我姓劉 所以我們兩個加起來就是花柳 這巧合還不只一個 花兄弟 我告訴你 我們這位弟兄 他姓蔡 所以你們兩個加起來就是 蔡花 好笑 這位弟兄 是 這一次讓妳當頭 因為接下來這位弟兄 跟妳有緣 誰 她姓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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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妳們兩個加起來就叫花春 沒有病 沒有辦法 我的任務是班長 我要把這個 我們這一整個班 都搞得清清楚楚 這樣帶兵起來才有意義 那知道妳姓花了很好 妳的全名是 花木蘭 這個花木蘭 她不是一個女生的名字嗎 不是 我剛剛開玩笑的 不對… 不是什麼花木蘭 我叫花胡 花胡 胡縣的胡 花胡 胡 很好 花胡 妳好 我姓劉 我叫柳葉余 妳好 妳也可以叫我 馮哥妳好 柳 柳兄妳好 柳兄妳好 非常好 兄弟 接下來 在這一段日子裡面 我們所有人 就要一起生活 一起睡覺 一起吃飯 還要一起洗澡 洗澡 洗澡 對啊 我們大家都一起洗澡 怎麼樣 你想要享受特權是不是 你爸爸是誰 你爸爸如果不是很有名的話 你就沒辦法享受特權囉 大家要一起洗澡 來 這位弟兄 是 妳怎麼能一下子躲這麼遠 我最近在練習旋轉跳躍72遍 很好很好 各位弟兄 跟花兄弟學學 是 他這個身體很靈活的 很好很好 入列 不過說真的 妳練習旋轉跳躍我是無所謂 妳是軍中 大家都是男人 柳柳包包是很正常 還不太習慣 還不太習慣 柳柳包包 不太習慣 不適應 妳到這邊來看 妳站過來 站過來 妳看 我跟蔡弟兄 妳看 蔡弟兄 是不是 是 是不是 你們 妳看 我們多習慣 多舒服 都是這樣的 對 你們還好吧 還有春弟兄 春弟兄更愧無啦 春弟兄 冷靜 春弟兄 現在不是那個時候 這個軍法允許嗎 允許的 因為軍隊裡面都是男人 這個 而且我們在演古代的戲 無所謂的 既然妳不習慣 我也不勉強妳 花兄弟 是 那我們既然初次見面 妳跟我們大家一人一人 一次一次的握個手 行吧 我握個手 當然 當然 很棒 來 你怎麼了 妳不要動 妳不要動 花弟兄 我沒有動 蔡弟兄 是 換妳握手 妳好 妳好 手 春弟兄 春弟兄 換妳 換妳 妳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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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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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級警戒 妳不要動 不要動 沒動 你們的軍隊這有什麼問題 我們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妳 花弟兄 妳現在給我講清楚 花弟兄 為什麼妳的手 摸起來 那麼的細 那麼的軟 那麼的綿 像豆花一樣 妳的手是女人的手 花弟兄 豆花 不是 我平常就沒在做家事 沒有做出火 所以手比較細一點 我搓一搓就出來 對… 解除警戒 解除警戒 嚕嚕嚕 誰 哎呀 薛靜一場 嚇了我一跳 妳知道為什麼 我這麼的緊張嗎 花弟兄 怎麼樣… 因為最近 聽說有女人 女扮男裝 進軍營 那個人 還沒有抓到 那個人 該不會是你吧 男扮女裝漏馬腳 我把代救兵解尾 殺 好 不錯 來 花福 原體 吃 殺 你一定不是花福 我怎麼 你也一定不是花福 真正發福的在這裡 花福 花福 太英美了 我去